众所周知,随着各类敌空超敌空军用飞行器的发展和兴起 各国军队对自己防空作战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类便携式敌空导弹的迅速发展 这当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包括美国的独自系列 俄罗斯的SAM系列等等 除此之外,瑞典研发的RBS-70系列便携式敌空导弹 也堪称是这一领域的杰作之一 而就在近日,根据外媒的相关报道 地处南美的巴西军队也从瑞典人的手中 购买了一批RBS-70系列便携式地空导弹的最新型号 RBS-70NG便携式地空导弹 RBS-70便携式地空导弹 是瑞典伯夫斯公司在1969年开始研制的一款 便携式超进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一开始的主要目的是用以取代瑞典旅机部队装备的 20毫米高射炮 以及红眼睛便携式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其主要型号包括基本型RBS-70 和改进型的RBS-70MK1 RBS-70MK2 RBS-70Burlid 以及最新型的RBS-70NG 这些RBS-70系列便携式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既有相同点也有一定的不同点 比如说他们平常都封装在导弹处运发射桶内 并使用三脚架发射方式发射 且导弹本身都装备有一台助推器 以及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 采用的都是激光架术制导体制 预知破片杀伤战斗部 并配备触发及主动激光进炸引信 并都具有相同的气动布局和结构 其可折叠的四个弹翼 四个稳定尾翼呈双X步行 这些弹翼及稳定尾翼 在导弹发射出桶后就会自动展开 另外 导弹的弹体后部都装有一个激光接收机 以及一台小型计算机 在不同点方面 MK-1就将其导弹上激光接收机的市场 从RBS-70的40度提高到了57度 MK-2则提高到了70度 且相对于此前的基本型和改进后的MK-1 MK-2的最大射程从5公里提高到了7公里 最大射高从3公里提高到了4公里 飞行速度也提高到了1.7马克 战斗部重量也从原来的1公斤增加到了1.6公斤 之后的RBS-70 Burlider更是将射程进一步提高到了8公里 射高提高到了5公里 飞行速度提高到了2马克 但是战斗部重量没有变化 跟MK-2的重量一致 Burlider还具备打击地面及水面目标的能力 RBS-70NG则重点是增加了一套BORC热成像瞄准系统 使其具备了更好的执行昼夜间全天候作战任务的能力 而其配备的新一代瞄准系统 还具有三维目标指示和自动目标跟踪功能 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导弹的射击精度 且NG还具有兼容现有老式RBS-70系统的导弹的能力 此外 RBS-70系列导弹武器系统既可以单独作战 也可以与其他防空装备进行组网作战 比如说可以与PS-702雷达进行组网作战 从而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防空作战连 一般来说一个RBS-70导弹连主要编入失履一级的防空分队 每个这样的作战连队包括一个指挥牌 三个火力牌以及一个配备PS-70R雷达的雷达牌 每个指挥牌包括四辆卡车和一辆牵引车 每个火力牌包括三个火力单元 并配备九个发射架和一百枚导弹 对于这样一款性能不错的便携式地空导弹 瑞典人当然不会仅仅只局限于将其装在一个三脚架发射平台上那么简单 比如就现在来说就有包括车载发射的RBS-VLM SREAD-R RBS-70和RBS-70 M113AR 目前除了巴西军队外 包括澳大利亚、阿根廷、新加坡、泰国等在内的十多个国家 均有装备RBS-70系列便携式地空导弹 而在未来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便携式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市场 瑞典人的这款RBS-70可以说是具备了较为不错的市场竞争力的 因此其未来的外貌之路还是充满希望的 好了 关于RBS-70系列导弹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